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哈卡玩家們大家好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懦天前解的消息 6月4號將會開放第一波前解 所以大家就可以體驗到懦天的強度了 我非常非常期待 那除了懦天前解之外 還有這個神魔界的獎賞也會提供給大家 所以從6月4號開始 就有一連串的獎賞送給大家 這個畫面中都可以看到 那比較重要的是這個第三集 6月10號開始移錄到6月23日 每天登錄就送你免費的一抽 那每天都會送一個抽卡池中的免費一抽 所以總共是送你14抽的免費卡片 那這抽到的獎賞就會是初階的滿等滿技狀態 哇 直接送你雙滿的角色 非常非常扯的一張角色喔 非常扯的一個獎賞 所以大家如果說缺這個系列的話 別忘了就是連續登錄遊戲連續送 好 那再來比較重要的還有第五集這個 這次墮天會分兩階段開放 第一階段從6月10號大家就可以提供到了 不過第二階段回到6月24號才會做開放 那我們從這張圖片來看 這些可能就是第一階段所開放的四張角色啦 對 那比較可惜的是 切西亞好像沒有在這上面 所以切西亞可能就會放到第二階段去做推廣 所以這個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 那再來就是會推出一個短輪迴挑戰 然後還有這個墮落者的回歸 對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好 就是那個墮天的抽卡機會回歸啦 所以之前沒有抽到的話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這個時間點 好 那再來主線體力減半 跟神魔會禮包還有累積 累積 喔 累積 它 它這次累積比較不一樣喔 它如果說 累積滿14天的話 就可以獲得特別獨立抽卡機機會一次 然後將會推出以往所有獨立卡夾的大獎所組成 哇 好扯 而且抽這種角色必定為Double Max 所以就是各種送你Double Max 好 那就主要是這樣子的活動提供給大家 所以從6月10號開始 就一路都是神魔節的慶祝活動啦 那大家別忘了就登入遊戲領獎賞囉 好 那麼以上就是關於今天的分析影片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新的情報 別忘了按下訂閱我的鈴鐺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評伴就訂閱我的鈴鐺 然後上海我們就有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